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茄子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法非常简单,不发黑,不吸油 茄子在我们这里又叫紫瓜 紫色的茄子更好吃 我们在选茄子的时候,要选这种比较硬一点的 表面看上去有光泽 里面的茄子才最新鲜 我们先用刀将茄子切成大一点的小块 然后再横过来切成大块 我们可以看到茄子里面还是非常的白 肉质紧实又饱满 银色鲜艳 看上去就非常的新鲜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然后把切好的茄子放到大碗中 将茄子泡在水中 接下来往里面倒入一些白醋 加入白醋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拌匀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白切下来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瓣大蒜 用刀将它拍扁 然后再切成蒜末 拍扁的大蒜更能够示范出大蒜的香味 全部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也用同样的方法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和葱蒜末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青椒 去地之后切成滚刀块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两个红辣椒也切成滚刀块 里面的辣椒籽可以刮去不要 然后放在小碗中备用 准备一截大葱 先把它切成长条 然后再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块钱的五花肉 把五花肉先切成长条 没有五花肉的可以用猪油代替 炒茄子的时候加一点肉 吃起来会更香一些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肉丁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食材都准备好了 下面开始调个料汁 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三勺生抽 再加入两勺香醋 少许食盐 一勺白糖 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的茄子已经泡好了 控水之后 直接把它放入蒸锅 用手稍微整理一下 把茄子皮朝上 整理好之后 扣上锅盖 大火蒸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 往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肉丁倒进锅中去炒香 把肉丁里面的肥油 煸炒出来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我每天都很用心地教做菜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麻烦生抽您发财的大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炒香之后 再把葱姜蒜倒进来继续翻炒 炒出葱姜蒜的香味 当里面的肥油 煸炒得差不多时 里面的肉丁 也变得微微发黄了 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这个时候 再把青红椒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翻炒 把青红椒炒至短生 这个时间 我们的茄子也已经蒸熟了 用漏勺 把茄子盛出来 直接倒入锅中 茄子下锅之后 继续大火翻炒 将蒸熟的茄子也炒香 把蒸好的茄子炒软 炒至断生 炒好以后 再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继续开大火 翻炒均匀 让里面所有的食材 都充分地吸收 料汁的香味 一边翻炒 一边开大火收汁 大概炒个两分钟左右 最后 再把切好的葱花加进来 简单地翻炒几下 就差不多了 哇 好香啊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接下来就可以将茄子出锅 转入盘中 一旁鲜香下饭的茄子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不吸油 不变色 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开胃又下放 如果您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